各位,你們好,歡迎你們 各位師友好 今天沒有學校的學生來是因為考試 他們就不可以來,要找書 開場本來是Professor Gandhidu文化部的主任 金帝德先生想說幾句話 但因為他今天沒空 所以我代表他說幾句話 就是很歡迎你們來第二次的 如何作好詩講座比賽 很隨意,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開場之前 我知道有一個人送了一份很好的禮物給他爸爸 父親節的禮物 就是他全力支持他爸爸來 這一位就是吳榮彪 吳榮彪先生 吳榮彪先生,對不起 吳榮先生,這個港姐之一的 不是香港小姐 港姐之一 他的筆名叫做任風塵的 吳榮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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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來全力支持他爸爸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好嗎? 這樣也有掌聲 這位第二位主港姐 就是施榮彪先生 他的筆名就是劉筆 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澳門作家 他們今天說這個題目 如何作好詩 跟上一次不同的 就是他們有幾十年的作詩經驗 他們可以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 那些詩 哪些是好 哪些不好 好 或者是可以討論一下 很隨意地討論一下 現在開始了 一會兒在2點3點15分 就可以用少少茶點 然後4點15分就完了 我在這裏多謝你們 謝謝 張宏徹英 閒歌雨後 勾韻情時 歡迎各位來臨 出席這個座談 首先要多謝觀樂儀基金會 肯中國文學的支持 其次最難得是二龍牛一班師友 對格律師的堅持 各位下午好 今天的話題是如何作好詩 師兄 為什麼是如何作好詩 為什麼不會寫 如何寫好詩 因為如果 如何寫好詩 好像聽起來 讀起來 都好像流暢很多 而且還有 開口都有說 寫作寫作 為什麼 不用寫 去用作 這個 我就看了很多次 為什麼會寫 如何作好詩 因為 這幾個字真的很容易寫 每個字都是 不白不畫 若然他寫了 怎麼寫好詩 哇 這樣就麻煩了 筆劃多 筆劃多 所以他想來想去 就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考慮到 疑 當然是不寫難幾個字 當然 所以 因為由疑 所以難的東西 就不要碰下去了 哎 捨難取義 都是人的天性 對的 因為容易表達 是不是 那我明白了 明白明白 因為酒逢知己飲 師向會人飲 藉著這次的機會 那我就 跟各位大家 交流一下 就是講一下心得 好好好 那開講就說 眼過流星 人死又流明 是敢以 都自己 佈上明來 我就叫他任封塵 啊 喂 這件事真是人死流明 我沒想過 我都未想死 那是說的嘛 嘿 那起碼有個名字 那你自己介紹一下 你自己先 不過我告訴你 不要介紹我了 我想先介紹你 這位任封塵 說起他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們認識他 也不再說 那你走出街問問人 未必認識他的 原來他 我們不認識而已 這個方鳳是宋朝末年的人 原來他也會任封塵 哇 我就是那個人看著他 他說 上國浮名淚 朝餘記此身 沉蒙 潮觸得 正業彼之身 彼耳生無間 文章合有臣 暴徒是城市 出處任封塵 哇 原來他連任封塵的出處 他也知道 擺明就是寫這首詩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任封塵的性格 所以我就證明了他 這個任封塵 應該是宋朝的時候 已經很出名了 他還有 他是舒氏同志 是的 因為說一下這個同志的問題 同志現在就是 大家都明白了 幾十年前 不過沒有表情 幾十年前那些同志 就是文革時代很多同志 志同道合 這些人不再說 現在我們所說的同志 就好像每個人都想起那件事 但是你說宋朝的時候 你彩虹旗一定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就不用同志 他用斷奏分圖 所以現在這個同志 又是說那些人 例如我們這些人 後美相投 志同道合 只是諸如此類 大家就沒有想錯了 說來講去我還沒有介紹自己 我就是柳筆 各位 我就是柳筆 謝謝 看回這首詩 如果方鳳不放個名字 方鳳不放個名字 看那些作風 就好像是任風塵寫 扔出來 每個人都說任風塵寫 還要把你的名字還寫進去 而且裡面的意思 就是跟我都很接近 咦 這一篇有什麼來的呢 實情呢 告訴我 如果講到出名 就不夠你出名了 我在唐朝的時候 有個姓劉的詩人 我記得他寫過一首留不明 應該量身訂做為你寫的 我約略都是記得幾句 他說身不在高 有煙則明 嘴不在珍 就是幼龍不靈 嘻是漏不 這個很重要 他說明白 唯吾不應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記錯了 我看來看去 這篇是劉的 現在看看 他那邊說 這個寫著漏不靈 如果你說是劉宇誠 劉宇誠的手 我姓劉那個 那個就叫做漏失明 噢 那我看來看 這個 這個姓劉的就是平聲 而現在寫這個詩這個 是姓劉的 劉就是去聲 劉劉劉 這篇就是A課 這篇就是A課 一眼明眼人也看得出 所以我們就 為了大家不要眼睡 都是入主題 說回 我講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如何做好詩 那你又知不知道 學格律師 才要做些什麼呢 格律師啊 你不想講學東西 首先交學費 不用錢的 上網加入一些群組 看看一些詩詞的組群 自然就有人教 最重要還是 改一個漂亮的網名 這樣也可以嗎 那你 現在你改了我叫做任風塵 給人的感覺就是說 現在我是很飄逸的 我又不食人間煙火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起我這個名字 有段故 話宿佳的時候 就沒有上網這件事 因為這些通訊 沒有那麼發達的 通常那些人呢 借頭借路就 趁著那些文人雅士 在那些酒館裡 淫師作對 就拔三尾 尤其是任風塵 去拔三尾 去學習 那當時那些人呢 通常呢 寫好了一篇文章 就驚著沒有人識 就寫了一篇牆上 那讓人去看 無他的 就懸妖一下 跟著 就讓人家貼幾隻手指弓上去 是很正常的 任風塵打算 聽了幾天 看了幾天 原來是這樣 砌幾句 寫上去牆上 是吧 厲害不切 就寫了一把手 怎吾都沒人鬾 不得了 很多人都不得了 有人说 抹载了他 在牵势吗 当时有个长老说 由得他 心文学诗 由得他写下去 没有人给他 由得他任铿沉 整整一下 任铿沉 做了一个代名词 我面皮厚 我过了几天 我又终上去 谁知道他进门口 有 几个文豪在那里 一路说一路笑 我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谁知道长老说 喂 别说了 任铿沉你 跟着那个 咦 你又叫任铿沉 我改了个任铿沉 那个 长老都觉得 嘴 口快快说错了音 不贴 他是长老 不能下台 对着那些人 他又不要说我自己说错了 他故意这么说 静一静 清清喉咙 一东二东 不用这么执着的 共通的 你们以后写诗也是这样 所以就叫任铿沉 叫到现在 哦 即是铿也可以 你说铿也可以 是的 一东二东 老埋他说 真的 哎 不如你说 你的诗要铿沉的话 那就太险虚了 都不是的 我都已经 尽量做功课的了 嗯 还有啊 还未曾 说你自己 你又这么险啊 为什么叫你做楼笔呢 哦 这个名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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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起来 这个名字好 因为呢 怎样好呢 现在 我们都写诗的 嗯 有时 贴一首诗上去 那是有人赞的 那有人赞的时候 人家就会顺便赞 这个人真的没得了 写诗又好 又够谦虚 哇 直头虚坏若谷 这也叫楼笔啊 没理由啊 没理由啊 但是有时都写得很差的 那也要被人抬台 那有人抬台 抬台就跟我说一声 我说了我叫楼笔的 就是这样的 哇 你这么熟骨 那不如给点心机 写好手诗 好过搞那么多花症的东西 是不是 而且格律师 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件我知 这件我知 那我早日呢 就上Facebook看过来的了 你说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这个了 你又找了手诗 是吗 是 好啊 街口的严肃 人蠢虎肉依 口供以造假 幻想甲律师 所以我就夹定两个律师 哈哈 他现在分明这件事 就是那些 妨外司法公正的东西 嗯嗯 那用诗的形式写出来 你应该就是这样 这个严肃 就是 不是说 不是说你那个 我说的严肃 是说认真的意思 是吗 不是这个吗 那现在你看回 那个牌子 哪里有格律 你们看一下 红色字是平升 黑色字是側升 很乱啊 是啊 又真的很乱啊 不怕 我又找到个不乱的给你们看 这个就整齐了 哈哈 哈哈 这首呢 就是苏式的 《珍国自有乐花》 《花时不下往》 《四月十八日》 《与刘景文同往上》 读完诗题比里面的诗题更长 读完诗题也不用读别的 不过也好 在下面解释吧 解回四页子吧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不过呢 真的这首诗呢 大家看看 你说如果只是平音和側音来计 它真是整齐到不得了 读一次大家听一下吧 《语的读字》 《闻乐花》 《回想同 стран》 《兰国自有多语诗》 《云乐笛》 《中文之有多语诗》 《鸣来培这个诗》 《兰降》 他在这方面也做了 原来写家律师除了有词意有诗意之外 还要追求声调的亦然顿错 李英就是这样写的 好像苏式这首 这首是痛苦 好像苏式这首 已经齐整了 但是我再给你多一首 这首是《杜甫的女夜书怀》 其实呢 出笑了 出笑了就苏式这首 行了,不要紧 可以,讲一讲 这是我讲的 这首是《杜甫的女夜书怀》 我们又来看看 是的,我们来看看 不过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其实本身的格律都是很公正的 但是我想问一问 为什么? 现在那里的《黎色》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个字 就是呢 很多时候人家说 喂,你们整个提倡 一只字都不能移动 是不是 一定要这么死板呢? 实际上 实际上不是完全的 只不过 有这个倾向 我们又 一边说 实际上 原本 有很多 古人的诗 它在第一个字 都是比较 有点 宽松的 这个 就不是说 一概而论 一只字都不能移动 就不是这样 有些 当然 可能做得到的 就尽量 就追求好些 始终一样东西 搞高一点的水准 就好过向下流 就是千万不要说 我40分 我永远拿30分 来比 哪个 哪个古人都写到这样 他烂 我还要烂过他 这个就是此风不可降 哦 现在呢 我去看看这个 绿色字的部分 都是一个平音和执音 刚刚才调转的情况来的 就是本来应该用平声 用执声 但是如果以第一个字来计的话 基本上对整句读出来的话 那个音率 那个音率是影响不大 所以 第一个字 尤其是第一个字 你可以讲究 故事人好 若果真的讲究不了 这个是一个最宽松的 情况之下 可以用的 那我们 既然讲开格律师 我们也讲一下格律师的历史 那 那 教律师其实在南北朝 齐良的时候 已经有了 已经开始 由四星学说 开始有了之后 那些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件事 那 到后来 叫做 比较成型的呢 就一定要讲一下 初诚四杰 这几个都挺英俊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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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呢 本身都是神童来的 就是很小的时候 已经懂得写诗了 就是 抱着 就是 盧赵伦那些九岁 那 就 那 那 那 王 大家都应该听过一首 《鹅诗》 就是 《鹅鹅鹅》 曲抗向天歌的那首 那时他写的时候 都是七岁 这个王活力比他更厉害 他就说六岁都会写诗 大家斗诗 但是 他几个人 是神童 亦都在他们的少年时代 已经很出名 但是 始终他们的官位不够高 正所谓人微言轻 虽然他们真的很努力去推动 《鹅律师》这件事情 亦都由于他们 令到这个五言 五言的《鹅律师》 是开始承认的 但是 推动不了 他们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 当时很多 会受到很多阻力 他们虽然是 智不同 因为 他们所有想法 做人的路向是不同 但是他们真是道合 所以大家都想推动《鹅律师》这件事情 《鹅律师》 南北朝 已经是酝酿的 不过 写开古体诗 当然 就不接受新体裁了 你老几 黄勃死的时候 都是二十多岁 是不是 那就会有很多阻力 那其实他们 写诗 写得这么好 写得这么好 那些人接受 就是我认为 他本来应该会成功 应该是 最糟糕 最糟糕 这帮黑仔 就没有过命长 黄勃就 云陀陀跌落河 是吧 他说 为了 去探 老爸 一路扁扁扁到 郊子 郊子就是 现在的越南 是吧 他回头的时候 他就跌落河 死去了 那 那 那 骆彬王 这个 这个 奴赵伦 就吃错药 就搞到 闭手废脚 最后 就自行尿却 骆彬王 就讨伐武泽天 他就站错位 那 那就不用说了 亡命天涯生死未封 阳景就叫好些了 不过都吃不过五十岁 但是 成班 连命都不够人唱 怎么办 那 就 其实呢 我想当时的人 都会清楚知道 其实教律师有他的好处 所以就算 这个 《初堂四结》 他们是 推行不了 叫他推行不了 但是 在他同期的 宋之敏和沈全奇 其实是同期诗人 他们就搞一件 但是我也有想过 他们搞得住的原因 是否因为宋之敏的 拆鞋师写得太好 因为他真的拆到 武泽天的鞋立立令 所以呢 就不用说 这个 武泽天一定会支持一下他们 就是他们的政府责助 是啊 因为如果你肯 打他那个 心意牌出来 那么他肯定是支持你的 是不是 我先说一下 那说了 他推动的历史 但是 其实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有 格律师这件事呢 那我知道了 这件事呢 格律师就是 由秦汉的岳府的时候 说起的 秦汉我知是谁 明星来的 秦汉是台湾的名声嘛 他老婆叫做 邵乔欣 为什么由他岳府说起 没有由他岳府说起 哎 那你真是 我不是在说秦汉 也不是在说他岳府 是吧 这个是说秦朝 汉朝 的岳府诗 那些是民间的歌谣 唱得的 好像 孔雀东南飞 那些就是汉朝的岳府诗 是吧 即即即即即即都不懂 这些就是了 是吧 还有曹操那个 对走当歌 人生几何 这些都是由岳府出的 哦 即是这个秦汉岳府开始 是 这个秦汉岳府 那我就知道了 岳府诗 以前一向都是配音乐的 配音乐来唱的 但是后来到了唐朝 然后呢 那白居易啊 余枕啊 又和一群诗人呢 他都觉得 可能一些作曲家少 都不一定 于是他们就 喂 不是了 搞过叫做新岳府运动 就直接呢 就不用唱的 即是他不需要配音乐的 那么当时 其实很多人都会写这种诗的了 你现在我们 《黄前明月光》 大家都知道啦 李白的 这些都算是 伯父 他有人唱的 他只说 杜府的《兵居行》 就很出名啦 但是他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既然不是每首诗都有格律 既然不是每首诗都有音乐配襯的 为了有一个规成 所以那些诗人 为了做了一个格律的形式 成为一种人为的音乐 不用唱 那么浪重起来 还有写作的时候 都有一个目标给他们 是怎样去制作 而且写作起来 读又好听 还有他有一个要求 一个对象 无论他在音乐或艺术 层次都高很多 就是现在那些 他已经由一个文歌的形式 转去到一个文人 纯粹用文学 用人为音乐 人为音乐之外 他有一个很高深的文学 就是一个艺术 他来做这件事 开始了写这个诗 就是好像王伯那首 《宋道兆夫之》 《宋道兆夫之》 《任淑州》 是吧 他还 为什么刚才我说到 他有偶句 你看 多数很多 当时推行的那些诗人 他都会 一落句就用偶 《乘缺库三巡》 《封烟望五尽》 这一起句就已经是偶句了 《与君尼别耳同事患游人》 《海内传知己》 《天涯若彼伦》 《无谓在其路》 《乙女共尖根》 这些就是格律做出来 所以我说 《于是是有严格的,你也不需要一个谱》 他也就像唱歌 其实国开教律师 和刚才的地图说 好像很麻烦 其实归纳理上来 其实不是很多事情 现在不是很多事情 现在我们可以续续读一读 那当时 你说 四句叫绝句 八句叫律师 有些再長的八句,兩句兩句加上去的,十句十二句加上去的,那些叫排率,每句字數相等,這裡寫五言和七言,其實當時不止這兩樣的,有時有些三言四言,六言,九言都有,這麼長一句,都有的,但是,可能這些,其實這些,德華興跟我講, 德華興跟我講,他說,那個項目在音律方面,五言和七言,是比較適合,容易調節,那個音韻的情況,所以現在,由那時開始,到現在,基本上,五言和七言都是一個主流,是寫寫詩,或者寫格律詩的主流, 實際上,規矩就不算多了,不過呢,就要留意那些穩腳,如果能夠留意到那些穩腳,鏘槍跌蕩,這樣就更加好,這樣解而已, 我們看看那裡,它有一穩到底,而且就是必須押平星穩,現在如果大家有上網去看看的話, 就是,有很多人寫詩,有時都會寫側星穩的詩,但是它也都會當它是教律師, 其實這件事呢,就是,可以說集非成事,本身它應該是平星的,本身應該是平星的, 因為,有一件事,大家應該明白,它,因為它創了一個人為陰論,它一定要有一個高低益揚的,一定要有這件事, 不是它,它沒有辦法,以,上次遇過阿里姆聽,上次啊,鄧教授說過,就說那些聲,就是,譬如, 在ASA和T ig adaien uwai,phat soitete du o dewar c apart, 而你看 driven cliché because you probably can say dung當о niemife saœre, 舉辦盡盡盡盡盡盡了就是。 会很接近的 但如果你用两个音频和阳频 来间接他去读的时候 他的发音的高低波幅就会差很远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古诗 古诗他都用入声诗多 因为用入声来压寻多 那个情况 我想都是跟那个 因为他入声有三个声 一样有阴阳入 七八九 七八九 所以那个七声就响了 是的,他的七声响了很多 只不过他就是速音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当时设计这个格律师的时候 为什么指定用平声韵 他都应该是这个情况 因为可以令到那个音 就是最后一个词 那个押韵的音 是可以一个最高 而一个最低 这个情况 来到令到他那个 復出来的时候会哼唱 我们可以看看柳中庸的精人怨 碎碎金河 伏玉关 小焦玛策 与都还 三春白雪 归清宠 万里黄河 瑶护黑山 这边是 摆明了 是 关环山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就阴阳平户间了 他阴阳平户间了 所以如果 这首诗如果是可以这样写出来 是读的人 念出来的人 是会比较好听一点的 而且他也没有害意 他要写的东西 他也能表达出来 原来真的能写出来的 那 封藤卿 你觉得 就是 如果写格律师 我们应该着重些什么呢 这就很简单 好似胡应伦说的 为师大要 不外异端 就是体格声调 庆像风神 体格 就是格律 声调 就是音节 庆像风神 就是比兴 文采风骨 就是这么简单的 当然要拿捏得准 当然要有些学文 那你现在说 庆像风神这种东西 就是和那诗意有关的 是 这种东西就是看人的 那就是啊 有些就没得教的 那就是 不是那个人没得教的 是那种诗怀没得教的 就是不同人 看一样东西 可能又不出不同的结果出来的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就可能 我就看到了 就是我辞回不够 那我就表达不到 就是每个人写诗的风格 就是每个人写诗的风格 都有不同的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说 嗯 就是真的有点难以 但是 但是这个体格声调 可以做到可以教到 可以做到可以教到的嘛 这个是基本功来的嘛 那你千万不要当这个基本功呢 就是说 可以的了 学的时候学 学完就不用要的了 那我不是的 我看到很多游泳选手啊 或者那些踢足球那些 他虽然不是很厉害的 他出过很多场大赛的 但是他在锻炼的时候 他本身 都是由基本功去练的 就是比如说游泳 他一样是绑水桶去游的 是吧 踢球那里他一样是绑一些 绑一些圆 去练跑步 那是不是不需要呢 是吧 古人对声乐呢 就应该是重视的了 其实又有些什么 可以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情况 究竟重视得如何呢 如果刚才你说的那个 格律的重视呢 其实自从有了格律师 很多前人呢 他在写诗里面 他都很刻意 很刻意呢 那个互间的 只不过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路那些人 就没有什么留意 他 就是我首先 讲一讲 苏东波有一个 与潘国二生出 出交尋春的那首 那首 那首律先 他说 东风未肯入东门 走马还尘去碎村 人似秋红来有信 事如春梦了无恨 光醒白酒三杯染 野老仓眼一碎温 以若年年为此会 故人不用 富焦云 你看这首七律呢 他本身呢 就已经 是每一个 寻呢 都是欣平洋互间的 那这首七律呢 实际 苏东波 一连写了三首 但是说 嘿 这些是这么巧而已 那 反过来 我们看苏东波 后期再写四首 这个 《望海流晚景》 我们可以看到了 《一连气社》为了这个题材 写四首 他是很刻意 在那里 全部都是欣平洋互间 如果他没有这个心态思维 他完全不需要这样做的 或者有一首不是这样互间 那你都会说 是这么巧而已 他竟然出现四首《一连气社》 都出现了同样欣平洋互间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他在那方面 是很注重 包括好像陆游啊 最出名的 那个《家制无忘告》 《乃翁》 那首 都是欣平洋互间 那陆游 亦都是半世机前 艳怒期 彭安 不是啊 这首不是 那首是什么 这首搞错了 不是 就是这样了 那你现在 《时宜》我都记得 嗯 《死去缘之万是空》 《但悲不见》 《九州同》 《黄思》 《北定中原日》 《家制无忘告乃翁》 那他都是欣平洋互间 那当中的 《凤》 《凤》 《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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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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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再看看 苏式这四首 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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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队》 《回》 《来》 《堆》 《回》 《来》 《堆》 《回》 香 梁 梁 庄 最后一首就是 红 中 红 他基本上都是会用这种方式 是很刻意的 是的 而且 苏式的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那我讲苏式 不如讲道府 那道府又怎样呢 道府因为他所处的年代 就是格律师叫做兴起的年代 但是当时也有很多人还在写古诗 因为唐朝始终由 不要说晚唐 中唐 圣唐 中唐之祭 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古提诗和近提诗 都会有人写的 刘虎虽然是一个非常推崇初唐四杰的人 但是他也少不免 有时 他有些东西 都会做不到的 就是像《欣律》这件事 他对啊 他很多首诗都很好 但也有这些诗 那你不要忘记啊 他处于当时的教态之中 因为为什么呢 开始有人提倡格律师 但是还在写古诗 那个心态都未曾 是呀 现在不仅是说这个问题 只是说《欣律》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下的 因为讲到苏东波就很讲究 现在的杜虎这个是怎样的呢 这是《浮成怨香迹治观角》 我只读后面三个字就算了 《心不留》 《拥天仇》 《孤云世》 《万木愁》 《春夕夕》 《满游游》 《藤内》 《渡上头》 那么我们发觉这首诗 他每一个额稳句 都是阳屏 他每一尺就是 一去到 蹦跚下来 一去到蹦跌下来 即逢去到居尾 一定声音跌下来 就会拉不上去 所以这些诗呢 读下来 你就会觉得是 一条线落 因为他永远都是 有些人说 喂 你说话没声音的 就是又有这样的情况 他永远说过下来 这样就会掉下去 又另外拿一首 这首叫《见营火》 《无山秋夜营火飞》 《莲梭考入座人衣》 《北京屋里琴书冷》 《浮乱前边声秀兮》 《却妖井难天过过》 《偶经花蕊龙灰灰》 《初江百发仇看雨》 《来岁如今归未归》 这个是音评 这个全部是音评 它每一句尾 它都是向上提的声音的 非 依 欺 归 归 你永远都听到最后一句 它就大声喊了 因为这样也同样是杜甫的诗 若然你是用了这种情况去做这种东西的话 它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 那不如 我又拿了一首杜甫 你们去看看 这首杜甫是杜甫 哇 那首杜甫 这首杜甫 又是 刚才那个 长的手杜甫 奉送熟州 你不要说 为什么 杜甫才是杜甫 刚才素食那个也这么长 现在他比他更厉害 所以为何杜甫是诗席 人家的诗题也赢了你 你写完诗题也能收工 还不需要给里面你看 这首 我读一次 《忠诚民族或红瓶》 《爱帝传书彩逆生》 《千转五周防御史》 《喜居百座泰夫人》 《楚宫立诵经门水》 《白旁白帝云偷碧海春》 《暴雨惠年诗不识》 《诗语扮扮扮种如银》 这里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他这里的压韻 就是《贫生仁春银》 他这里是阴阳平互间的 他读起来真是亨昌感高很多 同样一样是杜甫写的诗 而且还有他在这个机句 他也做到有上声、去声 还有第七句 即是现在我们说是前面 一三五七这几句 机句即是单数句 是的 他也会用上去入的声音 但虽然这里他不是排对了 但他也会用落感的手法去做 当然有很多是排到对了 这些例子就是我们想尋求这诗 向再一个层次提升 不是一定要这样写 不过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前人落笔 是比你比较 那么我们 是吧 依尚暖而求美 是吧 食尚宿而求美 依尚暖而求例 是吧 那么我们一定是追求比较一个好的 调体 当然才有很多个体财的 不能双提并论 刚才说是古人的 金人写 有没有人敢写呢 我发觉有 这个就是早日有一个醉龙哲的 讲座 那天刚好 邓教授也在这里开讲座 我没有去听 当时 这位学弟 他说过这首诗 这首诗应该写的 这首诗 这首诗留不舍 你怎么知道我呢 是的 看看 现在呢 在澳门渔航醉龙哲的时候呢 我写过这首诗的 他说 辟翼吐蛇转吉凶 九歌欲伐任妖龙 香山雅士流从简 敬海遗寒唱耳中 立福还天长寿饭 冠干族舞醉醇龙 必为铁落声平哲 盛有云来喜乐中 我现在用这个方法呢 跟刚才 风神经所说的呢 是基本上完全一样的 但是故知言 他 我由第一句 由音频开始 音频 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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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阳icion 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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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十人牙慧的 我見你呢 你也寫過這首詩 我這首是《敘利亞難民潮之情何以堪》 我也是寫實的 當時沒有說什麼花巧 要這首詩寫成怎樣 只不過是表達那些難民潮的東西 這樣就寫出來 國粹朝傾跌戰雲 哀雄遍野葉垂昏 這個不是匪字 兵方薄藥桑家犬 閃萬囚佑確切墳 拔舍驅途魂未計 投奔怒海夢圖欣 堪蓮幼若倫如福 在世無淋獨無勤 這裏我就是表達了要寫難民那種淒涼法 寫得好不好 就見文見智 但我起碼在聲韻那裏 我就功夫足足 可以看到 雲、分、墳、因、勤 這裏是陰陽互間了的 接著這個基據 是雲、圓、繼、福 那裏都是上去入 才做足的 那你說 這裏有沒有有些詞彙 硬硬地說出來 而堆砌成這樣 見仁見智 那你說 那個分字怎麼解釋 你不是堆砌出來 這個分字 如果你在平水韻看到 原來這個字 不僅是側聲有的 它是平聲都有的 它平聲讀分的時候 就是次語的意思 那他說 哀紅野騙葉垂分 即是 我搞到這樣的環境 是誰次給我呢 這裏是解得通的 確切分 這是典故 確切之父的成語 這是職餘的別稱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 不過說來說去只有我和你 那你寫成怎樣都可以 那古人怎樣 古人有的 你看看吧 又看看 蘇式 這個真是古人 是啊 也挺古的 又不是斷古的 大家又看看 這個術古 以詩見責屢不復會 浮刺前吻 這個是素式的 我生孤僻本無倫 老病年來益自珍 肯對紅瓶持白酒 但愁新進笑陳人 北山怨學休京夜 南某根居玉及春 多謝青史 呂推谷 稀高 那解鑽方倫 蘇式 裡面的詞 就不需要太斟酌了 因為為什麼呢 一定是華美 但是你看看它 它一樣有倫真人春倫 它是做到足 接著它那個 平上去入 它又有 倫走夜 谷 它順序落 一手半手 不可以做例的 我看這裏 你現在就介紹了一手 但是看上去 應該有兩手 那些寫 浮刺前吻 即之前已經有一手 是這樣的 是嗎 浮刺前吻 還是這裏應該之前 已經有一手 沒錯 它是用這個吻 因為蘇式是習慣的 很多詩 自己都和自己 和了幾手 是有的 你懂嗎 要切後翻 對 這個 是 這手你講的 是 這手 剛才我說的那手 用了幾個吻 已經不是這手 因為它是刺前吻 之前已經有一手 出了一手 一定出了一手 一是這麼有規律 就做了一手 這手又是另一手 它又是刺前吻 意思是 這首詩之前 又有一手是這樣的吻 但是我們看看這首 它刺前吻王定閣 我還以為王國昭 是的 差一點點 刺前吻王定閣 得盡興酒雙流夜飲 短三押手 氣橫秋 更著先人 子已求 使我有名 全是酒 從他作病 且忘憂 師母定律 君嬰障 最有真香 最有真香 我可厚 且賭如瓶 盡今夕 誰舍已死 不須勾 哇 這兩句正 用起我和德華卿 就拿這兩句正得不得了 對吧 那你就說一下 他這裏 他秋、求、憂、喉、勾 他都是做足的 其實蘇適 對於這些詩 是多得不得了的 他現在抽走 漲直 漲直 他一樣 是用了 平上去入 是做足 為實情 是可以做到的 劉北卿 是啊 那 如果這樣寫詩 很多人都會認為 會比較難的 是 難不就當作基本功學 你不要一定要手手這樣寫 只不過 你如果有這個想法 那你的寫作能力才會提升 意思是我們要向著這個方向 是 起碼你也有個心 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我會想 我不是去到這裏 已經停在這裏 我起碼 這幾句 就真的要找陳丁你講講 因為 很多人都說 喂 恩慈害義 恩律害義 這樣寫法 我想說那些東西 表達不了 好 我就找民心雕龍 劉協 他就有這個證據 他說 寫詩若子求持達 為民變可 何必言詩 他說 如果你只是想表達到你說的話 你就不要說說詩 也不要說說格律師 隨便寫篇文章 是吧 何必言詩呢 就是你提也不要提了 劉協 很明確地說出來 當然你說 喂 你 撿一輪半爪來比喻 好像就不能夠 以偏概全的 這樣說 但是我只是 發出一個訊息 在大家那裏 在既有的功力之下 再提升 就是好像 如來八色神掌 天下無敵 那時候檸檬 是吧 後期 他知道 原来打打是不够天残脚打的 是吧 或者是不够那个什么三柱 三柱掌 是很厉害的 还有那把七巧梳飞了出去会弹开的 很重要 那他都会创造了第九词出来 这个是拿一个比喻的 这儿呢 又是另一样东西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大家可能要去订一下标 或者是 最好是先吃点东西喝点东西 是吧 那我们一会暂时一个休息 跟着我们有歌唱了 是 是 是 想请各位出来拍张照在这里 拍完照之后就出去用一些茶碟 谢谢 辛苦大家 大家拍张合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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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e 。 但是اف obstin 读rel 但他用了第七声的入声 他在这里完全起到一个作用 一会儿我讲完这个 我就学刘北卿又唱一句给大家听 因为你看你唱得过瘾 日色欲尽花含烟 这个色字他当作平声来用 借平声用 但他不是平声来的 是借平声用 你读起来 原来信了 原来你觉得他好像有平平质质 因为日字 都是入声字 第二句你看 月明欲素仇不免 他很准位的 这个不字亦都是入声字 接着第三句 他召失初庭凤凰柱 这个失字 他亦都是落了第七声 如此乐趣你看 熟琴玉咒鸳鸯 然后是《此曲有意无人转》的那个曲字 全部是七声字 还是第七声 他这个第七声就已经借了 是当平声用的 为什么我刚才忽然间见你唱歌这么有趣 我又想唱一下 《老生常谈》我都是一曲走天涯 我只有一首歌 不过我就拿它引以为例 很简单 任建辉他有一首歌 我也不知道什么 我只认识了一句 《好似月女仙光泛陈》 这一句我只拿一句 就不要唱这么多 因为我一般 一句走天涯 你不是一曲 一句先吧 一句先吧 因为如果它够时间 我真的唱得了 不过我唱一次 就怕被人唱一世而已 这里我就拿一个平声 一个侧声 在这个曲子里引伸出来 《好似月女仙过仙字》 这个是音平声 如果你在这个音平声 我再调下个阳平声 你说唱不唱到呢 原来唱不到的话 所以在以前的乐谱 它除了分音平之外 原来有些位置 阳平和音平 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好似月女仙》 那个仙字 它是音平声 你放个阳平声 我随便你来继承一个 《好似月女仙》 然后就这名字 《好似月女仙》 这名字是杨平声 《好似月女仙》 唱不到就不能转到的 但是反过去 我用第七声入声字来 随便继承个筆字好 什么呢 筆字好 筆字好 骨字好 就是那个色字 《好似月女仙光分陈》 这个已经证明了刚才我引申李白的关键在哪里 所以很多时候就问 为什么人家古诗又没有格律 为什么人家读上来这么唱顺呢 原因就是有一些是有调 有乐苦当时的曲 当然现在是说有些失传了 有些也不知道是怎样 也不知道他当时的调是要怎样写 因为他的写法不同 后期都已经不存在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就不要说一句就打到尾 他就是这样 我们医他 他要拐着拐着走 我就跟他拐着拐着走 好似东斯孝贫那样 我觉得这不得正面 这就不可取了 说完平声 我又说側声 刚才我唱了一句 说来说来说一句 好似月女仙光泛尘 这个钢字 实际这个转裂是什么呢 这个是去声 是的 还是要高去的 你试一下 我不论你用哪个声 用低去 高上 低上 甚至入声 八九的入声 唱不到的 又随便 你帮哪个好呢 你作吧 作 作 这个是入声字 是啊 入声字 入声字 好像月女仙作 停了 作不到 原来那些曲 和写诗 是有分别的 现在的格律师 平则 分了上来 就变成了 你就觉得 好像没有问题 实际有些关键 都在平上去入声 都分得很小 尤其是写词 写词 不是一定 你在那个平声 和 阴平和阳平 和上去入声 都不留意的 实际如果写词 觉得很宽 不是格律 他本身 那个上去声 用得很准 他因为你要读 你写出来 就没有问题 你一读就有问题 你朗诵的时候就有问题 那实际是关键的那些 就讲讲 出来给大家去参详一下 即是未必一定 是百分之百 很准 但是呢 可以提升 在这个写作方面 觉得 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那我们当然是向上流的 没有理由 人家比较多 我又比较多 看看谁比较多 最英俊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就算你现在说 我依族的格律去写一首诗 其实我意见 就是 写完之后 自己也是读一次好些 你读完发觉 真的信口了 才贴出来 也未迟 说真的 我启蒙着 写诗 我启蒙 可以说 就是 郑泉耀老先生 我很小时 已经认识他了 他最初 给启蒙我 学写诗的时候 他是给我一封家书 原来他 写信回去给孩子 写信回家 他全部用诗 或者写词 那我呢 你不认识的 见到这样 就学一下 谁知道 最伤识的学生 学了死了几十年 都是依然故我 只是沉迷语 在这方面 另外 我还有一个进步 在哪里呢 这里有两位身边的朋友 一个是范日文 他当时呢 叫我注重 这个上去声 兼夹呢 就 对这个 写诗写形出来 你不妨念多几堂 那我很记得这一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顾曲卿 顾曲卿 就曾经 跟我说过 喂 任风尘你写那些诗呢 你那些偶对呢 或者有些评质不对的呢 你用什么方法去补 那我当时跟顾曲卿说 我说 下句够上句 实际这个始风不可掌 够什么够 你反正花那么多心思去 不如你正正经经 写一个 反正都是要想 铺牌过的 对不对 左够右够 够到出来 始终 拗够都是读出来 说了拗够 好 这件事呢 就留下来说 下来再说 好 但现在呢 又说回 关于那个吻的问题 那 吻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经常都说 要 无吻不成诗 这件事呢 其实 诗是吻民 古今宗外几千年来 因为曲调都是要的 都是这样说的 都是诗一定要有压力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呢 就是我们譬如 尤其现在看《现代诗》 现代诗是不需要压韵的 那为什么不需要压韵的 都会可以当诗 这样去淫重呢 那我就真的不清楚 没所谓的 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体材 诗就是很多体材 唯一就是说 你说这几千年来 这次寻民这件事呢 就我自己可能是 我自己脑筋太实了 我就不太接受 刚才你说到的 傅姑兄 傅姑兄有一绝呢 我觉得很厉害的 就是一个杂句 杂句他真的很厉害的 他可以将前人句 八个诗人 每人拿一句集一首诗出来 就是说出同一样的意思 就是很漂亮的 这件事我真是佩服的 我不行 但是呢 我又尝试过来的了 我又找了八句 很漂亮的句 是明古人 是明句来的 一定是明句来的 那我又集了首诗 那这首诗呢 就是讲 就是有个龟人 就是 给大家看看 他现在就是说呢 在日落时候 没什么人了 于是乎回到他家 就坐在竹林那里 看看快乐雪了 就看着 看着月光 接着就 把走文青天 那首诗就这么说 百日依山尽 万景人终灭 日露染柴悲 独座幽黄女 晚来天独雪 床前明月光 把走文青天 花落姨多少 句句都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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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起来都好听 每句计计 读起来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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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明白 但是现在这个 他没有找的 他完全没有押韵 如果你真是叫这些学生 读 这首一定得 这首一定得 因为那八句实在太出名了 熟熟 但若然另外有八句 是这样的 没有找的 那我相信 如果要背 要念 没问题的 真的有困难 买好烫豆就可以了 怎样烫好烫豆 烫一条舌头 你怕他打击 是啊 是啊 哈哈 哈哈 那说起来 你说刚才说稳 那现在就说 因为你说又要隔稳 又要那样又要那样 又要那样 那 喂 现在 你那什么 曹子健 七步成尸 你如果这么多 想的话 你真的很难做 喂 喂 我八步可以吧 大哥 那我也是才子 都很厉害的了 如果八步都可以 但是我也想破纪录 那些纪录是被人破的 是不是 那没理由 那么有上进心就好事 那如果我走出步 我能不能进入 那我不是做 走慢一点 哈哈 哈哈 我们不如听听 姜白石怎么说 姜葵说 在诗说 他说 诗之不公 只识不精私矣 不私矣作 虽多亦是为 一万几千手都没用 是吧 最主要 你这个诗 你想它工整 你在词汇 词汇 和乐字里 多加一些精神 如果你 想着 既既既既既 砌一首诗就算了 多又怎样 好像 张直说的 月女新庄出镜心 自知明热也曾淫 齐缘未足时人归 一曲灵歌迪曼金 我虽然这件衣不是名牌 总之我齐整 是吧 一曲灵歌迪曼金 那你刚才唱一句灵歌 你也迪曼金 那不是啊 唱一次被人唱一世 是 那假导又怎样 假导都说过这些东西 是 假导呢 就 就什么 他 两句就杀杀 两句三年德 一淫相泪流 是吧 不需要快 但是 如果不是推敲 就不会成了名词 他只要用个推 或者用个敲 他都拎了头拎 拎到要走十万八千里 去找人 问 用哪个字好 那他很幸運 是啊 问到人 他不推敲 他撞不到韩瑜 那他撞不到尊士 那就是韩瑜告诉他 是吧 这个真是幸運 另外还有 唐朝 还有一个 盧燕阳 最出口 最囊囊惹口 骂被人唱 我知道你 说这首 这首叫虎淫 刚才说的 假导 他本身也叫虎淫私人 他两句三句 一个 私囚 是啊 那这首虎淫 有哪些秘证 他说 淫安一个字 是 捏断素行素 他为了一个字 想 乐得妥当 他的素都捏断了 那我呢 暂时 就剃掉了 那些素 不过捏一下头发 都还可以 是吧 不过断 断多两三条 就光了 现在也不是出得那么快 是吧 那也是 万公出世货 例子也不少 你说万公出世货 有时 真的 一首好诗就够了 你看唐诗三百首 有一首诗 就是女人写的 亦都女人 只有一个女人 只有她一个女人 入得唐诗 是的 入唐诗三百首 清朝行航去世 收录三百首诗 但只有她一首 只有一个女人 那女人也只有首诗 这个叫杜秋梁 杜秋梁 得首 金女曲 又是 劝君目色金女衣 劝君色取笑点诗 化开堪截截衰截 落代无法 空截之 不过这首很厉害 有时一首就够了 一曲灵歌迪万金 刚才我说了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 做歌姬 是 写完后才做王妃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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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厉害 所以有时看多一首就够了 杰龙王有几万首 杰龙王有四万首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有哪首诗是杰龙王 你读一书小而已 我只是看故事 就听闻他说的一首诗就是他 说是他 其实那首诗他写了三句 他就说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他就写这三句而已 那接着那句是谁写的 柳笔 那不是柳笔 我以为是 宋朝的时候 那些人就知道他 陷阵残头都说过来 没人知道柳笔 不是啊 唐朝啊 你更厉害的柳笔 那是柳塞 是吗 所以证明了以前是没有柳笔的 是现在近代才有的 但是 又说回了 你讲来讲去一片两片 好用啊大佬 那首不是诗来的 是乾隆王 但是 到最后有人就说紀晓楠 又说哪个 总之不是和坤 不是和薪 紀晓楠就说 王上 哇 你首诗很好啊 哇 你的鞋很骯髒啊 你上次 你上次 我帮你 我帮你 不是你上次 我帮你写一句 他明知的实在上次的 那不如我帮你写一句 你可不可以给我写一句 那皇帝当然 好吧 那皇帝今上任到八九片 都任不了下去了 没有理由说十万九千片 于是他就说 他说 飞入庐花 都不见 哇 这首泳雪 尤其一句说话 画龙点精 整首诗都生满了 就是你说 几个片都好 那些雪都飞到哪里 飞到的龙龙花白色 你飞进去的话 就不见了 他还不是说那堆雪 那证明他那四万首诗 就不够了 因为还差一句 是啊 所以呢 乾龙黄四万首诗中 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首 零三句 都是废的 就是这句 那这样就够了 那实际呢 写诗呢 真是 重要的一环呢 都是要 除了格律 和你写的诗意之外 音文音律都很紧要 如果不是 就像《无忠无亨》 他在《无诗序》那里写 他说诗者 诗是什么呢 知之所知也 在心为知 发言为诗 成动于中 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 故遮探之 遮探之不足 故永哥之 永哥之不足 不知守之 武之足之道之也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要表达 当然 不用说 要感情 耐心 法治 如果 你说这些 情况 你已经是 发乎情了 那 你当然要说出来 你是否要爱 爱要说 你不说 怎知道 要爱 但是 你说 可能 你说不到 你的重点 出来 我唯有 用一些 其他形式 遮探词也好 或者有些 多些 河 之类 不过 你不要想 不过 例如 如果 遮探 都不足 好像梁省波 说 你也不明白 我唱给你 你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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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有 拍折拍 或者 手没有足度 这样 来表达 因为这个动作 外国人 辞会是最不够的 所以 他很多时候 表达的时候 竟是用手 肩膀 斩眉弄眼 中国人 没有这个 因为辞会 足 十几万汉字 那么多 辞会 一定足 但是 他这里 補充 原来 你写诗 原来 可以 做到这样 但是 问题 另外 原来 他要反过 告诉你 原来 什么叫做 诗呢 如果你 用动作 表情 你说 手之 武之 足之道之 的形象 在非洲 那些 持着矛 那些 因为他们 只有鼓 拍摄 那些 啪多 啪 那些 他们真的 又没有 好说 但是他们 说 很开心 围着一堆火 就这样 就这样 那跟他 你说 刚才说 反过来说 有没有关系 因为他最先是 讲诗 最后才说 手不足道 这件事 关系 当然 有 关系 有 他说 用表达 用手势 用折拍子 表达不到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要歌詠 因为你要写诗 他由这个 起码 如果还要 放一些感情 当然也要说话 到上面 你要摆出你想说什么 或者你的情意 你想说什么 你内涵说什么 做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诗 哦 即是说 诗是最终的目的 亦都是最高级的表达 嗯 即是这里就是这样 手法念字 是吧 那现在 如果写诗 我们不如说一下 写诗 我们其实 真是说写 这次 纯粹是 说写诗的情况 有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 哦 那就要言之有物 托阔思维 出了 都看不到 是吧 哎 言之有物 托阔思维 好像 我写这首《自得》 是吧 是吧 不同的景 一个话景 这个我写了很多年 不同的话景 可能不同的人 表达 内涵是不同的 那我这里就不会说 看见两只蝴蝶 就以为它 是 泳鞭 泳蝴蝶 泳蝴蝶 我这里就 写一首自得 说出我自己的 小小心态 我说 顿迹田林 自动天 看陷 利上与名前 《时赛玉露夫铭罪》 《泳鞭蝴蝶》 《泳鞭蝶》 这些就是 不是写诗里面 说他这个 这个图里面 那两只蝴蝶 只是说出 这个心态 借他的景 写出心态 是吧 还有 《时赛玉露》 这儿就是 这儿有少少雨露 我就当他是酒 是吧 呼贫 引磊 就在窗位 跟每个人 感觉到的 写的东西不同 那你内涵 说什么呢 你自己铺牌上去 意思 如果这么说 你看一个景也好 一幅图也好 每天不同 你看到两个蝴蝶 你不一定要写蝴蝶 嗯 可以用他的意境 引伸出另外的东西 可以 因为还有 面上的浸也有 底下的浸也有 是吧 哇 你说起两浸呢 我写了一首诗 有两浸 这首叫《风筝》 《独自好运游》 《英阳笑煮勾》 《赤史以长是足》 《未可任风流》 描明出来就是说风筝 你用一条线绑着他 他又喜欢飞上天的 那些风又吹不动他 即是他不断线 如果一绑着他 他不断线他 他就不会被那些风吹下去了 别人都知道你会写两浸诗 因为你面上那一浸 就好像说另外一个问题 但你底下那一浸就说 又有一个问题 那我就可以说 好像朱庆瑜 近时想张直水报 他都说两浸 他说 正房作夜亭红烛 待晓堂前 拜舅夫 装扮低声 问夫势 画眉心浅入时蒙 你看他面头那浸 就是说新婚夫妇 第二天起床 当然要斟茶 给老爷奶奶 如果去到 起了新的样子 当然要收拾 眼耳口鼻 不是让老爷奶看见 彈都彈都不值 但问题是 我又不知道老爷奶的心意是怎样 我当然问老公 画眉心浅入时蒙 这个是面上那浸 实际上看他的诗题 他说近时想张直水报 他的首诗是给张直看的 张直看他的首诗干什么 原来底下那一诗 我现在来考试 我又不懂规矩 我现在就写了这一首诗 不知道行不行 所以 就问他 喂 可不可以这样 如果现在就不要了 虽然你表面不是说这一诗 拉硬的 现在又说回这里 看一看就好像有个人 应该也是男人 可能是 结婚之后 可能有些 被人困在家 结果写了这样的东西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你想想吗 整首都是你想想的 对吗 对 这一诗就没有说了 我听闻写诗 还有些手法 例如有些虚实的对比 还有用对吐 典固 典固 那我们不如 风陈卿你介绍一下这首感室 这个是名句 李湘印 这首感室即是无提 为什么是无提 他实际 李湘印是最流行 手手都无提 十几手 他手手都无提 他无提 就是 又是两层 即是无提 当然是无提 是吧 不好提 那他 就等你们想 所以搞到现在的诗人 就整天在那里 这首是说什么 歌手又说什么 那这首 为什么我说他无提 他原来 他就拿 一起句感室两个字 又搬出上去 那这两个字 那就是和无提 没什么分别 是吧 有等于没有 是吧 他现在感室这个 你看他 对象虚实 他手里有虚实 对象又公正 还有他用了四个典故 四个典故 是吧 是吧 他这套 装生晓蒙 就是装生硬帝 望帝春心 望帝也说道语 是的 道语 沧海著名 那套 南田 港交人这个 是的 南田日暖 他用了四个典故 他刚才做完南海传说 不你不会看的 这是韩剧来的 是啊 他就是说美人鱼 哦 有没有看过 大家 创爱月明 他说美人鱼 我听闻你都喜欢 我不是喜欢 我词会责 没办法 我看看你那首 你那首也是这样 用典的 这首呢 就是阿封陈兴舍的《后年后父》 我看完 56个字 完全没有《猴子》 那两个字 那这首你又用了什么典 我这儿呢 就是前四句 就引用了 就是表达出 猴子的特性而已 后四句 就是引典的 那 开头的 偷传抢栗 这些如果你说它自对 也好 什么都好 笑月攀罗 这些都属于自对 过树斑崩岩 文峰故草 这些是猴子的特性 那 跟着那四句 就是追功负罪 追功负罪 这个典子就是 讲朝三暮四 就是 就是朝早三粒 猴子分食 分栗子 这个罪就是栗子 他 朝早三粒 夜晚四粒 调起那些猴子就吵 他应该是抗议 追功 就跟他说 那就多加一粒 朝早 不过晚上给三粒 那些猴子就很开心 这个典子就是追功负罪 实际这里 就不是说他的含义 只不过就是表达 是猴子的 太上头露 这个也是广西游记 这个我清楚 这个广西游记 太上老军就扔了孙悟空 所以孙悟空也代表那个猴 是的 这个 接着这个 就是 障有陶鸡行景敌 这个障有陶鸡就是杀鸡景猴 虽然是放一只鸡出来 实际是针对一只猴而已 这一只鸡行景敌 那这个是当层敌导 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猴子敌导 这个典子 那我这首也是 陰阳平户间 这首歌用了几个猴子的杂姓 还有这一个平质也没有移动 始终都是说对那样东西 即是写到的 既然是这么多东西 你会怕顾得头来脚反跟 因为我听过有一样东西 这个是李少龙所说的 是呀 看样子都知道 他说你是意律害意 他说你这样的样子 那怎么办 我觉得好像看着你多些 以慈害意 意律害意 基本上都可以避免的 因为看着有十几万 同意不同读音的 真的有很多 尤其是词 可以用同意不同平质的词去组词 或者可以调动一下诗的位置 不如你说真的没有移动 我又很想用这个证据 我可以放在诗的不同位置放进去 但是真的放不移动 那你说怎么样呢 那好像人名啊 地名啊 物名啊 那些无可更易 无可奈何 那我就稍微 移动一下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改得多就不要了 就好像这个 柳宗元这个 他说 他说 原本他那个 那句呢就是 京风念碱 附容水 那如果你说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碱字 我用个瑶字 一样意思而已 是吧 那如果你说 京风乱瑶附容水 在平质那里就不对了 都不好听 他不好听 还不好听 但是如果我不放个瑶字 我表态不了 是吧 那你用个碱字 原来他也有那个意思 那侧升也都落了 好了 李相忍刚才那个感失 又回头讲 是的 这里呢 一言一处 施华年肯定就是三平美 李相忍也是这样写 真是可憐 为什么他不去心思熟虑想想 原来他原来不是三平美 这里是读诗 但是这个诗呢 很多人说诗诗就是名词 是吧 实际他这里是解雙悲 这个诗在这里是解雙悲 因为有很多的解释 这里是有一个读音 是解雙悲 那如果你说 一言一次 卑华年 就完全 虽然你是说出了重心 你是想说这些 实际他这个诗诗 他也都在诗诗诗 平质落得对 我以诗诗诗 诗诗诗诗 也就是相感 相悲的意思 是 所以他就用这个诗诗 是 哦 那又明白了 那 现在说回 又有一个例子 这个真的 真的我想不通 那 那 那 你看看这个 那 杜牧的江南春里面 他说南朝四百八十字 这个摆明的側星在里面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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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 他怎么说 他不会说 做个什么 南朝四百 明三字 南朝四百多奸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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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转得 现在呢 这个五则的 已经是有人当它 因为这首诗 差不多一个特色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 这样也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效法呢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用 你就不要执我 格律师 那 杜牧也是这样的 是啊 还有这首诗是漂亮得不得了 是 你不能够说它不是典范 是 那有什么解释呢 这个首先要知道 他当时 在那里 事实上 就是 起了四百八十几间 喂 起了四百八十几间 为什么他不用九十字呢 为什么他作多几间都可以 为什么他是要用八十字呢 原因 他真的有心思熟累过 他既定辞回 没得改 是的 因为你怎么在首诗里 怎么安这四百八十字 这五个责声 就没得变了 因为这个梁武帝 他事实在南京 因为他信佛 他真的起了四百八十几间 几间 他真的知道 为什么他不用四百九十字呢 问题是 他又要用八十字 而这首诗诗语 都读得那么顺 那么顺耳 那么好听 原因又在哪里呢 刚才我唱过给你听 是吧 不用九十字 那九字 因为呢 它不是入声字 八十字 那八十两个是入声字 八十是两个入声字 那这两个入声字呢 他放了下去 所以就读得那么好听 如果他不是这个入声字 绝对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他也是深思熟累过分 他可以写 虚异字而已 可以南朝四百零三字 解决了一个平声 但是他深思熟累 他可以在那里下八十 他就选了这两个入声字 就是和刚才那个唱的曲调 这个补救方法 但是不要误会 有时候很多人说 用入声字可以代替平声 他不是代替平声 他只是在韵律那里 声律那里 可以代替 就是唱那时候 曲调 零词那里可以代替 不是代表它是平声 所以用那时候 都不要说一本通司看道路 只是提给 提醒大家 这个八十字 他因为这两个是入声字 所以在那里是借用了 所以这首是没问题的 嗯 好像时间差不了 那或者 不如这样吧 风陈卿我们做一个总结 嗯 那变成特朗普想说话 都不能说 不要预论它了 我们回去再看新闻 他又会再说的了 我们都知道 不过呢 就看有配音的 有配音的英文 我不懂的 哦 看得出来 那今天总结了我们所说的东西 就是 始终都是 可以做到的事就尽量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应该是的 因为 为什么 反正我们个个都是 大家都追踪格律 因为格律师和其他的体裁 是有分别的 如果是要写格律师 我们不妨可以严谨一点 这个只是基本功 你说 我学严一点有问题吗 不学严一点有问题吗 两个都没有问题 问题你自己去追求的 另外去哪里 当然 格律师做得好 不是代表你修持里面修得好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环节来的 最主要是基本功 搞好它先 我就提倡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 又是 这一首《无尘》 又是我的手笔 你的写照 是的 是的 我说 冷眼陈环 逐利亡 袁多 傅世埋文章 穷书子欲求根底 謹律欣醇 正栋梁 逼性偏廉 遗重语 忠勇 独罪任孤 由人笑我疏狂极 我笑思人虎佛祥 这样 任封尘都算是任封尘的 所以呢 今天 基本上 总结了之后 就像现在第四句所说的 謹律恩秦正栋梁 既然是 学得格律师 是捨得格律师的话 我们 希望向正面那边 向正面 尽量向正面那边来到尽法 今天非常多谢大家 来到听我们两个 白鸽峰 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不过呢 我觉得呢 始终是向正面那边 方向是正道一些 如果不是 很多现在国内那些 常常说 承传格律师 弘承格律师 用什么去弘扬呢 原来 大家 斗 下去 就叫弘扬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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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